Leon聊世界以天的多個性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破爛人對上中國人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人的這場開局 那中國人一開始要先把所有的村民拉到TC下面 但是這一場這個塔套他居然是先蓋房子 避免後續的卡人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前期的人口的採集速度 這個採集肉量會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好出事喔 這個房子如果先蓋 就可以省下一點時間 那這個開局算是有別於一開始其他人的開局方式 因為其他人都會先收村 全部都收 連第一個房子都不會蓋 那出來的村民之後才會來蓋房子 那這個方式好像流程上來說對中國更友善一點 那我覺得這一點的話蠻值得在開場時候拿來跟大家講的 那這個小細節我覺得可以讓這個前期的人口數更穩定一點 不然前期全部收村確實會浪費這個村民的採集時間 或是建造時間喔 那這個方法讓他順利的喔 可以一直按村民 哇你看這個村民樹我110領先 Viper一村了喔 這個村民樹就很明顯了 好 那7個人吃肉之後 肉量應該就會慢慢穩定 好 那中國的開局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這邊大部分還要再補一個房子會比較好 那再補一下補一下 這個房子就會穩定 那這邊下伐木下很蠻早的 7個人就來下伐木 我通常都會到8個人 因為我超害怕斷落的 因為他這樣子的話還是要手中放一下都會比較好 到了這個時候應該就不用自己放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一下講中國這個文明喔 中國算是這次伊利國裡面喔 全部的實況主或是職業選手 一致認為是不適合新手遊玩的文明喔 畢竟他的玩法真的是超困難的 光開局這個方式就會搞死很多新手了 因為很多新手遇到中國這個開局的時候 很容易會斷村喔 就是這個肉很容易就不夠 所以造成村民上會輸對手 哇 這個你看村民數12比10 哇 中國這個塔套這個開局的方式真的有點猛喔 可能之後的其他的職業選手或是高端玩家們 可能會學習塔套這個方式的開局喔 那斯基果的一個開局跟Meta還有配置喔 一直都有在做變動 這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哇 這個塔套這一套 是不是有點強啊 14了 哈哈 還是Viper這邊TC有delay到阿 看起來也沒有阿 0才一點點而已耶 哇 Viper這邊看起來有點慘 直接領先兩村這個優勢也太巨大了吧 哇 這就是中國真正的威力嘛 好 那中國人的最大特色是工兵喔 這個 諸葛聯儒 那這個聯儒兵最強的攻擊力喔 是好像是8加6 哇 攻擊力蠻高的 加這個火箭技術喔 基本傷害是8弓嘛 然後4弓化學3級色4弓 然後再加上火箭2弓 所以是8加6傷害 那他的手也是蠻短的 只有7射程喔 那清查4-6射程 最短的工兵應該就是 中國聯儒啦 再來就是馬弓部分就是清查 兩個都是超級手短的一個工兵穩定 那中國這邊最大的一個強勢之處 是他所有的兵種都可以打 他這個三級馬卡 會有這個三級射 三級工兵護甲 三級步兵鎧甲 什麼都有 三級工也有 而且還有品種喔 基本上他要打騎兵工兵步兵喔 全部都可以喔 這就是中國最厲害的地方 那中國出之外 他還有駱駝可以打 其實來說 有這種三級仿 然後全文明都有開的一個 狀況下 很少會有駱駝 你想有些是駱駝有文明的喔 有那些駱駝的文明喔 可能會有步兵比較弱阿 或是近戰比較爛阿 或是防禦差一些阿之類的 但是中國完全沒有這問題阿 他有重裝駱駝 也有重裝騎士阿 雖然就只有輕騎兵而已阿 但是以中國這個多樣特色來說的話 他的戰術選擇已經非常豐富了 雖然他沒有火炮阿 比較可惜一點 除此之外 中國沒什麼太大弱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蘭這個文明 波蘭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這個大莊園 大莊園的話要取代魔防 那你只要在大莊園廟 沒有撒田喔 這個田的話 給的這個肉量就會非常巨大 非常的多阿 這個可以 這個要怎麼解釋呢 直接收成10%食物給你 相當的像 但是在大莊園旁邊撒田也是個問題阿 你要怎麼防守大莊園旁邊的一個農田狀況 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平常我們都撒在TC旁邊 都可以即時收村 但是如果你撒在大莊園旁邊的話 就是會有這個一來一回阿 就會有個危險性宅 所以波蘭人挖石頭的這個黃金加重 可能是個原因 就是因為怕你大莊園守不下來阿 所以就建議你挖石頭 去查劍塔防守大莊園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挖石頭這件事情 在世紀立國來說算是一個傷經濟的事情 但是波蘭人挖石頭可以補一點黃金喔 算是有點補正這個挖石傷經濟的一個概念阿 那我覺得波蘭人最強的地方應該就是這些阿 再來就是他這個大肉馬跟這個便宜騎士 都是他的特色阿 那再來就是 波蘭可以打戰錘兵喔 這些路線都沒什麼問題阿 雖然防路上比較薄弱一點阿 但是攻擊力該有都有 而且這個馬也是超級誇張強 也有人會把這個大肉馬 搶成小聖騎兵阿 拜登庭的聖騎兵 畢竟這兩個單位都是 遊戲裡面喔 齊兵會有這個踐踏傷害效果的一個特殊能力 非常強勢 而且這個踐踏效果 波蘭還是不需要黃金喔 拜登庭可能還要研發後勤喔 這科技之後 還要再花黃金喔 去提一下這個拜登庭的這個精銳 或者是生產單位也需要黃金 但是這個波蘭只需要升級這個大肉馬 之後就只需要肉 就可以有這個踐踏的效果 非常的OP 所以波蘭也是我最喜歡玩的文明 這個文明 戰術多變 而且 不是 非 而且也算是蠻好上手的阿我覺得 只有這個大眾需要注意要怎麼玩而已喔 其他部分我覺得沒有什麼 需要太過於擔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波蘭算是 DLC裡面吧 需要花錢買的 所以你也不能一開始就使用波蘭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等特價 C帝國DLC常在特價喔 可以去買一下 好 那目前是1月30號 大家應該也是開工喔 先祝大家開工大吉 祝大家工作順順利利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比賽的一個發展狀況吧 那目前中國這邊是28P喔 那還在 這個 封建時代 那應該這個時間點 不會打一個大開戰喔 而且這邊還有下城門 打得非常穩健 好 這邊是肉麻出去探圖 那這張圖有點像是幽連虎的概念喔 但是中間並沒有什麼羊 羊其實數量並不多 所以大部分的狀況還是正常開局 就是正常的灑田阿 吃果阿 打獵 所以他該打獵阿 打法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一般的幽靈湖上面喔 都是很多羊 但這張是比賽地圖的關係喔 所以也不算是完全是幽靈湖的一張地圖 算是變種版 那目前這張圖看起來對塔套稍微有利一點點喔 因為這邊聖物的分布喔 是離他比較近的 左右兩邊一個聖物阿 那這邊是不是要被包抄了 哇 長槍兵戳到很多下 但是一隻馬都被戳死阿 尷尬 哈哈哈哈 好 來看一下生物喔 哇 生物在這邊左邊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中間 然後兩個都在弧上 那只有一個靠Biper比較近一點 那這邊也是靠塔套近一點 所以這個生物的一個爭奪方面 塔套算是有優勢在的 那這邊我有裝模組喔 這個弓箭手射箭會變成藍藍一條 算是蠻漂亮的 我個人喜歡用這個 那幽靈湖上面的一個平地喔 這個地方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如果你要前置城堡阿 或是前置筆條 只能挑左右兩邊喔 這種草地地方去做蓋 蓋建築物的動作 冰湖上就只能打架喔 跟撈點魚吃喔 那這個魚 魚群數量有點少 基本上不會來撈 而且上面也不能蓋模仿 所以這個撈魚其實不太划算喔 那蓋港口 蓋這個 魚團出來吃喔 也是不賺的喔 所以基本上 湖面上的魚喔 都是裝飾啦 好那破爛這邊 首先 按下了這個 城堡時代的升級 兩邊的時間都差不多 好 麥克這邊 乳肉也吃得乾乾淨淨 第二個大中原下這個位置喔 那大中原除了下去 可以骰擊食物之外 還可以當防止使用 所以它的造價比較貴一點喔 移動大中原要125木頭 有點貴喔 但是還不錯 還有增加一個居住人口 當作一個防止使用 好 那這邊肉馬出兩隻 然後兩隻長槍變 稍微做潛壓 那這邊應該是不會開罩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麥克這邊主金 可能要插個城堡才比較好守 這個金都偏前面 兩邊都是啦 這個就是比賽地圖的平衡之處 兩邊的金都比較難守一點 這個資源都算蠻相對的位置的 好 一個開主金 一個開在主石 這個TC分佈位置分的還蠻不錯的 這邊 派兩村 應該是要來蓋伐木場 不是法木場欸 直接開 第四個TC 哇 這個太狠了 4TC開農 卡套應該沒想到 欸 結果你也是啊 兩邊都4TC開農 哇 那應該消塔 非常大後期 好 那應該不會前期開戰 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增加一下這個遊戲的時間 好 喔 這邊大龍鐵 大龍魚都一直灑 欸 這邊灑的有點細節 這邊剛好是TC的位置 這樣也可以用到大龍魚的效果 離TC近就比較安全一些 好 這邊勝率看得出來招翔 直接敵掉兩隻長槍兵 再過來想要包抄 這邊能包得到嗎 這邊很關鍵 一刀 好 直接招到一隻長槍兵 上去再一刀再一刀 喔~~ 雖然倒掉了一隻刺猴 但是也順利了 擊殺對手的勝率 這邊勝率 可能要被戳爆 VIPER這邊沒有轉出肉 只有僧侶跟長槍兵 機動性來說還是確實不太夠 能搓得掉嗎 哎呀 搓掉了很賺 哇 又賺一百金 但是VIPER的僧侶現在也不敢出來 現在對方 知道對方的 刺猴在那邊等 應該會回頭再過來招一下 這邊要上去直接解決掉 哇 這邊塔套兩隻刺頭做到非常多事情 下方這邊勝率最終越來越多 用長槍兵來防守有點困難了 果然還是刺頭拿來打勝率喔 還是快速的許多 這邊前線蓋個城堡 守住主經的位置 這時候VIPER27分鐘 剩下帝王死蛋 現在就轉馬了 有可能是先打貴族特權 然後後面再轉這個大洛馬 貴族特權在帝王出血 是非常強大的能力 可以出很多的馬 這邊可以剪下貴族特權 那貴族特權點完之後 一隻騎士鬥架只要30黃金喔 超級省 但是還有重裝騎士喔 效果很好 再開始升這個重裝騎士 塔套這邊是選擇弓兵錄像喔 出這個連弩兵 連弩兵傷害也是很高 基本上就有8攻了 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還有再點下化學 那中國連弩 他這個單位 精銳升之後 攻擊也不會提升喔 那只有提升血量而已喔 射程也沒有提升 射程好像是 對 也沒有提升 最後加5滴血喔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不點 但點下去的好處就是 擋投車的時候 血量多一點喔 還是比較安心喔 有時候被投到一發還不一定會直接倒地喔 所以這個精銳要不要點也是蠻吃判斷的 我個人是還說一點喔 血多5滴血 如果真的要出大量的話 點個一下好像也是不錯的 結果真的勝了 精銳連弩兵 準備就緒 這邊中的騎士 很強勢 12加1 血量14滴 這邊做個包抄 但是長槍兵傷害很高 直接搓爛 不然是騎士 直接倒了三隻 這裡還有大量的勝率喔 這邊一個進攻 看起來 這一波有點強喔 連弩加長槍兵 但是沒有工程器喔 所以現在要工程有點困 那Viper這邊也慢慢轉出一些戰毛兵喔 戰毛兵現在可以打這些長槍兵喔 還有這個中國連弩兵 沒什麼問題 中國這邊大騎兵也升級好了 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非常完美 都是超級濃 這裡有幾隻長槍兵在這邊駐守 防守追防挖野精的一個動作 卡套在家裡左邊的高地上 蓋上了一個城堡 作為防線 那聯軍也可以往左蓋 三攻三級射都點了 這邊潘科技潘得非常早 這邊Viper是單兵工廠 卡套這邊是雙兵工廠 直接開升 這也是 那順帶一條 中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的科技研發很低 有的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喔 讓它可以一直點 這個科技升上去 好 這邊幾邊過來防一下這邊金礦位置喔 那Viper可能是想要來解一下右邊這個金礦位置喔 哇來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這邊戰毛兵能打得下左邊右邊這個位置嗎 右邊這裡城堡蓋下去 但只有少量的人在幹 4個人而已 騎士加特洛馬過來看一下 但級兵這邊防禦很高 有點難插死啊 哇 很痛很痛 哇這個級兵是不是有點強 戳爆了一堆戰毛兵 好 戰毛兵還有5隻 有5隻的話應該是能收掉 好這邊的話雪都能補下 還升級中型投石車 不然喔 那連弩兵就是要用投車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戰毛兵應該是可以全解掉 裡面這個城堡 城堡這邊會變道德堡 但左邊這邊 中國已經開始出竅了 把大量的軍隊往前派 軍用投石精不敢架起來 這邊Viper也有打算先架 而且還有投石車 看到投石車能先行撤退 因為中國人對於打這個投車 沒什麼方法 只能靠軍投石機喔 不然就是要靠自己的肉麻 或是騎士喔 去解掉會比較好解一點 不然就是要這個 點一下這個救贖思想 475 我記得中國好像應該是有 那中國點下了火箭技術 增加一下這個 中國連弩兵的傷害 那點完之後 傷害就會變成8加6了 精銳連弩兵 然後血量50滴 做5滴血 哇 Viper這邊打掉出了就算了 還拉了一堆 聰明喔 不然要來挖對方 這應該是他的野精啦 只是卡到這邊 更偷一點喔 來偷挖一下 三台重頭 那這邊有化學了 這個箭矢出現了點變化 再也不是冷箭 好 阿羅馬 舒苗莉 波蘭 不是休苗莉喔 波蘭一騎兵 升級好 血量100滴血 哇 Viper這邊還轉出 工兵耶 該不會是要來轉強弩吧 這張圖記得黃金 並沒有非常多 不過這樣轉黃金 用量會非常大喔 哇 左邊這邊也太偷啊 這邊Viper左兩邊 直接挖下來 哇 這樣很算 正面這邊 肉馬 衝了出來 但是對方 有駱駝喔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中國的重裝駱駝 好用 有駱駝打對方 大肉馬 跟這個狗王斜師喔 都好用 欸 丟了這邊 直接把主要部隊 派到這個冰湖上面啦 這邊要直接攻堅了嗎 這個攻堅是好事嗎 好 那Viper這邊率先喔 開始攻擊左邊的城堡 那挑戰家裡 只用這個 槍兵 加上一些肉馬 做一個進攻 跑車有點危險 不能亂打 這個砸血 自己的巨頭會爆開 這邊都有在控好 控得不錯 那正面 大量的洛夫跟騎士 直接上來硬抄 巨頭司機 巨頭司機 能抄掉一台 第二台沒抄掉 直接撤退 這邊 兩 二十四個人 直接在開修 這樣修得回來嗎 應該可以喔 二十四個人 修得門塊 塔塔這邊主要城堡 是不是沒有修起來了 好 這邊偷子車 直接被洛夫馬上來硬拆 洛夫馬上來 向來拆的 可以工程器 應該沒問題 好看喔 中間這一波進攻 中間這邊 中國聯絡直接射爆 但是大洛夫馬不具見識 直接往前 直接拆掉了一台巨頭 剩兩巨頭 能撐得住嗎 好看撐得住喔 血量越多 城堡的血量應該是被救回來了 好 不然這邊點出了強弩 雖然防律 不如中國聯絡 但是 這邊是自己的一個 射程喔 還是很遠喔 5加3 比這個中國聯絡射程還遠喔 多於射程 那中國聯絡 出強弩的話 好處是打LUT 效果也是非常好 戰鬧兵這邊 直接主動首點 戰鬧 這邊這個中國聯絡兵 聯絡兵 雖然稍微微減一點 讓他們補上更多中國聯絡 好 右邊塔操 插一個城堡 牆來把這塊的野精給搶回來 左邊的野精被搶 右邊這邊也至少拿下來 好 這邊野精吃完之後 直接在原地蓋一個伐木場 但這裡其實有洞的 好 正面的戰場 讓VIPER稍微推了過去 但VIPER這邊有洞盾喔 稍微要撤一下 稍微再甩弓 點射 點射 再點射 當機槍兵再甩 好 右方這邊 VIPER拉了一些大洛瑪過來 圖指對手 這邊有大量收射 開蓋的距離通司機 那一路走過來 就只能撤退了 VIPER這邊 大量的敲門兵 直接上前 硬射 中國聯絡 兩方對射 畫面非常的混亂 但是大洛瑪一過來 這邊只能撤退 聽大洛瑪這個劍叉效果 內克提斯遺產喔 非常的猛 血量直接全部殘血 你看這個血量會一直 蹭蹭蹭的一直往下掉 這個距離他效果很誇張的 哇 這邊中國節節敗退 突然這邊 強奴攻勢還不錯 不過這個移射程 一直偷射還蠻賺的 他現在才點啊 列克提克遺產 不是列克提斯喔 沒有你錯 列克提克遺產 OK 列克提克遺產點下了 才有這個践踏效果 我剛剛想到奇怪了 好像沒有掉得很誇張的感覺 好 吃貓直接開拆 三巨頭有點殘血了 要不要拉個幾村民喔 過來修一下這個巨型投司機 這邊嗎 好 過來拉 這邊挖黃金 村民只能逃跑 後面會有單位過來救嗎 這裡有中型投司機 要小心一點 撒個一發 哇 打到了 打羅馬 第一時間上前 往前貼 好 開始有監撻的效果了 抽身攻擊 喔 很痛很痛 但是正面部隊實在有一點少 直接全部倒光了 大量羅馬直接遠地死去 這樣強武兩邊對射 會比較好嗎 還是要稍微走打一下呢 還是等後放騎士怪 雙方都沒有太... 激進喔 打得都蠻保守的 只要前排沒肉盾喔 基本上兩幫都不會再往前走 好 麥克爾這邊點一下 量王技術 這個時間點一下 補一下這個視野 哇 這個巨頭 數量有點多啊 六巨頭 這個城堡不低調 超級危險喔 怎麼都該不起來 好 那這邊 正面 大量的 波蘭義騎兵 上前 全世界倒光 城堡也爆了 麥克爾這邊沒有回收城堡 好 但是遇到兔子機 麥克爾也要撤退 中投打中投 這邊投資車有用先在控 但是沒有控好 欸 臨死之前在炸一發 一換一 但是後方弩 長路也被射 被炸到一些些 好 那順利換掉了中國這邊的投資車 兩邊投資車都全部倒地 這邊中國的巨頭群就再度炸了起來 哇 白粉巨頭 拆到只剩一台 第二台也倒下 對 對 很多的強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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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方又有中投了 中投這邊能不能幹到點大事呢 哇 更多大路馬過來 這個強弩 這個強弩可能要送了 前上唯一台就差不多了 強弩直接點射掉 投資車 直接炸奴賓 嗚~~ 少一些 好 但投資車也被解掉 投資車 兩雙放就一石之樣 拉到自己的形狀去解 看來我都還蠻不錯的 啊 那個投資車是內門 直接炸到自己的巨頭 呵 但沒有辦法 這應該炸 好 所以說是可以 有投資 但中國的中國連弩 的數量越來越少 而且有些的單位都有點殘血 好 就採一採之後 血量開始巨解 好 三方巨頭 來不及跑 好 直接被硬拆 波蘭這邊拿到了很巨大的優勢 槍弩 再繼續往前 哇 動物電動力音 打得很無限 雖然傷害極膠 但射程太短的關係 很低喔 一直瞄法跟對方搶了對射 而且也沒機會喔 對方大洛馬一直不過來 好 這邊支援 然後這邊算是偏低的 畢沒有太多複舌 黃金上去基本上已經歸零了 波蘭這邊還有一千多黃金 都是靠這個波蘭大洛馬省下來 那這個大洛馬掉一出來之後 可以直接出一出洛馬檔 這邊沒什麼問題 唉唷 這邊直接出來硬換 換掉一台不錯 好 她要開始使用BD戰術 突然發現打正面 不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這件很像大洛馬 一直升一直爽 不然還是要去殺了她的大莊園 波蘭的大莊園就是她的硬跟子 這個蜜甘子被掐住之後,就沒戲唱嘛 沒有肉就沒有大肉馬 好,下面稍微公村 大肉馬放錢直接一吃 可能是吃不了太多的中國蓮爐 中國蓮爐湖這邊... 數量有點多喔,四十幾之類 基本上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蓮爐上 還轉出肉馬 爛肉馬的部分 四十九輕騎兵喔,一定可惜 有八十一血 那破爛一騎兵基本上還有九攻喔 很高的攻擊力 好,第二波... 四騎兵又再度往前 左邊這邊大肉馬,不要城堡也曾側 好,這邊稍微追逐一下 能追到嗎 再分一些序追就好了 不用拉太多 稍微分隊一下 右邊這邊挖金礦 直接把自己圍死 這邊稍微打一下木槍才能打進去 但是中間這個位置 最近都實際已經架好 這個架的位置有點尷尬喔 左邊這個巨頭可能守不住喔 這個偏外側 這個清騎兵上去應該是 很有可能可以拿掉的 哇,真的上了應該了 倒掉 果然喔,左邊這個人守不住的 城堡沒有這邊可以修 城堡沒有這邊可以修 塞一發城堡就要倒了 塞一發城堡就要倒了 中國地座城堡殞落 家裡正面已經沒有城堡可以防守 麥克爾這波進攻 頭車能不能幹到頂大事呢 雙方投資車都是最後希望喔 哇,但是這邊雙方的騎兵 第一時間都解掉了這個投資車的部分 所以投資車沒有發揮的機會喔 都直接遠地轉身了 旁邊都是非常 害怕對方的投資機 好,突然這邊慢慢的 再把自己的大洛馬往前線派來 看這個地圖 大量的黃點 往正中心 這個方向跑 這就是VIPER巨兵的厲害之處 兩邊的一個 狼奴跟中國聯盟的複射 中國聯盟射擊傷害還是蠻高的 很容易會有異常的問題 但後面第二波大洛馬過來 聚集又過來了 中國才慢慢展出自己的疾兵 疾兵打大洛馬還是很好 但這一波上前 又踩踏了一些 中國聯盟兵 血量都非常極限 投車在後面也沒時間砸 直接被拆光 這邊MIPER到後方做一個包夾 血量在我非常快速 哇 逃到這邊打出去 哇 這就是波蘭OP的地方 打強奴 然後轉大洛馬 OK的 對方打工兵喔 就可以這樣打 反正自己也是有母子皇 那多餘的肉 就全部出這個大洛馬 當肉盾扛 然後用巨型頭司機開拆 然後還出中頭 基本上殺傷力很實著 這個出法 哇 BIPER這邊 農法非常農 到處都有他的大中原 那感覺這張圖 兩邊都沒有打快攻 沒有看到一些比較奇葩的段數 但是波蘭的一個強勢之處 BIPER完全演繹出來 沒有把這個文明 玩得像其他文明一樣 如果玩出波蘭自己的特色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波蘭應該是肉 誇張巨多 OK果然贏了快一萬肉 兩邊都是出肉馬的情況下 還有這個疾病 但是波蘭往往都是可以贏快一萬肉 這就是波蘭這個大中原 立即收成的一個即時效果 相當的好用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囉 請來看一下